那朱師母 他的先生叫朱順友 之前很硬 就是不得救 我們去看望好幾次也不得救 朱順友先生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除非我死 我才姓爺 結果他平常 身體非常好從來不感冒 有一年冬天 生了一場大病感冒 然後那時候我在他家小孩 我跟那個劉家雄弟兄 就跟他說朱先生 我說朱弟兄準弟兄 你曾經說要 除非你死 你現在生了一場大病 主把你救回來就等於死而復活 你要不要受盡啊 他說好啊 從此就很愛主啊 朱師母 所以朱師母的名字我還是 朱舟借文 朱舟借文 我在交通之前很多感觸之前 我想說把這個英文詩歌唱一下好不好 因為 受命於順太弟兄 說我們520有一個台南書報展覽 看看 他跟我跟 請我跟那個曹徽 還有那個文昌 我們規劃一下 現在就是準備報名了 待會兒我們再詳細講 另外後來我們想說 我們來唱一些族曲 因為中壯班他們是唱族曲 那我們就來 後來我突然想到 我們長青的不能讓人家覺得 老太隆重 所以我們應該唱婆婆一點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選了四首 其中有最後一首就是 耶穌愛我我知道 那我們的規劃是這樣 那個要有最後唱出來要有亮點 你除了我會唱這個兒童詩歌 然後呢 所以 最好能夠也唱個英文 那應該 我想大部分80%應該都會唱英文 如果不行的話 我把它用那個翻譯的方法 用那個中文來翻譯的方法 大部分我PO出來給大家看 如果英文唱 大家願意就唱 如果英文唱不起來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帶動作 可能就是有場題的師母在前面 我們請那個 洪淚小指輩 帶大家來做動作 我覺得這樣的話會很活潑一點 好那我們先唱一次 好 好 好